跟各位说明一下 最后的话当然有几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 其实你会发现 做出来按个按钮其实也不复杂 可是就有同学说 老师这个地方还要按个按钮好麻烦 可不可以不要按钮 它自动呢 当它这里面的资料改变的时候 它就自动触发这个 SUB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自动触发的这种写法 就是我刚刚讲的 不是按按钮自动触发 那自动触发的写的地方就不一样 就不是写在模组里面 是写在哪里 如果我今天是要当什么 这个储存的 H2 它被Change了 那我就执行 就是去呼叫这个 SUB 程式写的吧 1 我如果不按按钮 1请你到哪里呢 Visual Basic 2请你找到什么呢 找到这一个工作表物件叫什么 序子一 没改 序子一 序子一在这里 所以特别注意哦 你要找到写程式地方 记得不再是模组 模组哦 模组是按按钮的地方 这边的话就要找到这个的 这个的位置哦 因为我常常同学都写错地方 他直接把它贴到模组 老师为什么不会Walk 你写错地方了吧 要写在那个工作表物件里面 OK 点两下 当什么呢 这个工作表物件被Change的时候 写在这里哦 然后把这两行杀掉 Delete掉 OK 然后写什么呢 判断 是不是H2被改变 那我怎么知道H2是不是被改变 写法很简单哦 不是很简单哦 不复杂 一复 他怎么通知你 用Target Target有点像一个邮差 或者像一个信息的传递者 Target点什么呢 特别注意哦 到底用什么 哪一个才会知道呢 他的那个出现的位置呢 其实这也是后来我找出来的 原来什么 Target点address OK 那我怎么知道他传递的那个 是不是H2 记得啊 你要在这边加个字串给他 H2 而且哦 今天各位讲一下哦 一定要前面加前的符号 后面再加前的符号 这样才可以哦 你没有加前的话也不行 这样 Enter两下 打一个endf 打一个endf 意思就是说 当他是变动的 当他这个工作表被变动的是H2的 这个储存格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 去做刚刚那个事情 什么事呢 班级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班级复制 放到这边来做什么 call就可以了 call call是呼叫 呼叫班级 就好了 啊 当然你就不用把那个程式全部贴过来了 就直接call他就好了 意思说哦 如果当那个H2变动的话 那等于就是我再去按一下按钮 OK call 扳班级是我呼叫那个sub 等于是按按钮的动作 所以哦 我们来试一下 OK 应该可以懂到逻辑吧 所以哦 这一行关键的地方 OK 所以以后哦 如果你希望写出一个动作是当某一个储存格里面他做了里面有资料变动的时候 那你就是自动在帮他做一个什么样的程式去处理下一个动作的话 那就是写这样的方法就可以了 OK 那可以懂逻辑吧 那个变化很多啦 就是说我觉得一般人不太会用这些方法 那当然变成你就要轮功了嘛 那这个就自动啦 OK 而且有同学说老师那你为什么知道Adres后面要写这个 对 有没有书里面告诉我 没有 那我怎么知道 其实我教过一个方法 这个应该是不会有人告诉你怎么做的 我都用中断点 然后呢让他怎么样 让他 不是从这边弱 因为他触发的是从这边 所以你就是只要这边change 有没有 才会去 这边有change 才会去触发那边的程式 所以你不是用那边上面的瓷琴之间 不要change了 有没有 他就walk了 他前提是要有change这个事情 这个就是有点像事件驱动的概念 对什么事件 驱动 啊驱动也有一个物件 所以物件 有点像主持 驱动呢有点像一个什么 一个动作 或者一个事情 然后你要做什么事情 OK 有点像这样的概念 那我怎么知道说 这样要这样写 记住 我就是这样 就是我刚才不知道怎么写 但我就是把它中断 然后我游标把它放上去 我一看 它上面秀出来的是这样的一个格式 但我后来觉得原来就写这样才对 我之前也写错 我一直期望不或可 为什么不或可 原来我写错格式了 我用这样的方式我就知道怎么写 所以有的时候答案都是踹出来的 我可以想说老师 很多地方你城市怎么写的 其实很多地方我就是 要不然就是看官方的戳明 官方说明案内不晚 但官方的说明现在写得不太好 不是很清楚 仅供参考 所以剩下来怎么样呢 干脆是一找会比较快 如果没有啊 反正两边参照一下 自然就会有答案 所以像这样的东西 其实我是觉得比较偏重在实际上操作 弄出来一个结果 那你很多时候 其实我知道答案 其实不是因为我看哪一本书 或者是听了哪个上课 而是说我自己就动手做 把我不会的部分 透过也许中断的模式 找出答案来 然后给他对的东西 他就给我正确的执行结果 大概就这样而已啦 而且其实也没有很复杂 我觉得你看我城市没几行 但是一行都不能写错是真的 所以你只要尽可能的就是不要写错 那不要写错还是要练习 反正多多练习 熟了之后我想慢慢你就不太会写错了 最后的话call call的话就什么 跳到这边来 call这个 等于是按按钮嘛 所以底下的话就自动 自动跑过了 有没有 一班就过来了 然后二班 三班 有没有这边 中断模式就是点一下 就是停在这边 如果你还要把它恢复 就再等一下恢复了 这个中断模式也还蛮适合各位以后 如果要追踪程式的话 可以用中断模式 然后可以配合F8 有没有 F8就是让它跳下一行 不要一下跳太快了 太快你根本还不知道细节 有没有 你就F8 慢慢慢慢 然后慢慢去跑过程当中 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去看一下细节 比如K现在里面等于多少 K还没执行这一行 K没有 5有没有 如果你按F8 K里面等于5 其实我觉得 VVA有个优点 就是说它的这个环境 除了环境相较于其他的城市员 已经算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如果你学过VVA的这个城市 你再去学别的城市 你会问 那为什么别的城市 怎么都没有这些功能 没办法 很多东西是不会自己就给你的 所以尽可能的去使用 最后把它执行一下 这样就OK了 这个部分的话就是透过那个事件驱动 特别之后 再把重点回复 1 点这边 2 找它的物件名称 它物件名称叫 讯着1 从这边 Worksheet Change OK 输入重点就在这里 Target 特别之后 那个 点有没有 它会自己出来 Address 自己选一下 这个不要打错就好了 等于那个H2 这样就OK了 后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